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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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這邊就先開始 各位好 我是主持人 今天這場議程將由Jogi帶來 關於Layer Data Architecture 設計Data Pipeline的一個演講 首先就是如何隨著需求及情境 來設計出一個好的系統架構 意思是每位斯拉克斯的目標 講者George目前任職於美光 Data Innovation Tag Leader 此次議程將分享利用Data 這個工具基於Layer Data Architecture 設計Data Pipeline 那我們來歡迎George 非常感謝Justin的介紹 然後也非常榮幸能夠站在台上 跟大家分享 然後我們最近在做的一些專案的 experiences 然後 在派康這個場地裡面 他提供了我們非常多元豐富的一些 topic 所以我會先告訴大家 我內容裡面會涵蓋哪些 content 然後如果你覺得說 有另外一個session更適合你的話 可以現在馬上趕快過去 首先我會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今天要做的一個主題 就是當然是我們的topic 裡面其中一環 就是Layer Data Architecture 到底什麼是Layer Data Architecture 它的概念是什麼 然後呢 我們會帶到就是說 我們如何去選擇一個合適的工具 然後來去幫助我們 實現這樣子的一個架構 那我會帶到就是說 為什麼我會選擇 personally 我為什麼會選擇 Daxter這個framework 然後 之後我們會帶到就是 稍微簡介一下 那個 Daxter裡面的一些比較重要的component 那這些component 基本上會比較有助於後面 在 釐清為什麼我們會用 Data Data Architecture 一些概念 那最後呢 我們會有一個experience sharing 就是 深圳我們在implement這個 project 在我們美光內部 現在目前這個在我們美光內部 這樣子一個Layer Data Architecture Implementation Using Dexter 已經有production的產品 在我們美光 真正在美光裡面 已經上限在使用了 那 在這過程裡面 我們碰到過哪些問題 然後以及解法會是什麼 那也會跟大家一起分享 不過重點 我會放在後面的experience sharing 因為 Daxter Framework 如果有興趣的話 Documentation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好 接下來開始稍微介紹一下我自己吧 這是我第一次站在PyCon這個講台上面講 不過這不是我第一次演講 因為我之前大部分都是在 比如說像 Cloud Summit 或者是DevOps 或者是DataCon 裡面去做擔任講者 因為我的領域是 Focus在Big Data上面 2012年的時候 進入了這個Big Data領域 那一開始的時候 是接觸Hadoop cluster 那後來慢慢的 就會接觸到比如說 像我要如何比較快速去計算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接觸Hadoop cluster 就是為了要接觸Storage問題 然後後來慢慢的就會演變到 我有了Storage 這個分散室的 Storage之後 我怎麼樣在上面做計算 那所以就還是接觸了 Spark Flink 之類的 那所以我的大概使用的 Programming Language 會比較focus在 例如說像是Java Scala 之類的 那是最近這幾年 我才開始用Python 比較勤快的用Python 所以我才敢 Submit這樣子一個Topic 在Python上面講 之前我在Python的時候 都是當聽眾 所以 也是基於一種回饋的心態 以前聽眾聽了很多Topic 然後在過程當中幫助我很多一些 眼花跟眼睛跟進步 所以今天我也Submit一個Topic 來回饋一下社群 那我之前擔任過的一些Job Role 有包含像比如說Data Scientist 不過這個是比較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的經驗 比較多的經驗是在Data Engineering 跟Data Architect 那目前在美工裡面擔任 Data Innovation Tech Lead Disclaimer 這張投影片是我們法務那邊要求 必須要放的 就是我在這個演講上面 所Share 的任何的一些言論 基於就是我自己個人的言論 不代表美工的立場 好 那一開始我們介紹一下 到底什麼是Layer Data Architecture 在這邊我必須先聲明一下 就是Layer Data Architecture 這個並不是我們想要去創一個什麼新的名詞 這個概念其實基本上很早以前就有了 包含像比如說如果你是 Backend Engineer 的話 大概這邊應該很多人都是Backend Engineer 都會知道說其實Layer的這種Concept 已經行之有年了 比如說3 Layers 4 Layers 之類的 我們有Presentation Layer Middle Layer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 那個Persistent Layer 其實那在Data領域裡面 我是在2019年的時候看到Databricks 一間非常有名的大數據的一些公司 如果有做Data的應該不陌生 Databricks他們在2019年的時候有一個Blog 然後他們就是講說他們推了一個 叫做Medalien Architecture 然後同時在隔年2020年的時候 Snowflake他們也發了一篇Blog 在講Modern Data Architecture 然後其實它也是分層 那在我看到這個Data Architecture 想要導入到美光裡面內部的時候 我們就跟一些Solution 我們內部的Solution Architects 有多一個討論 其實我們討論的過程當中就會 到底我要用什麼樣子的名字 因為我們在做Communication的時候 在討論一些Concept的時候 常常都會 我到底是用Medalien Architecture 還是用Modern Data Architecture 來去Facility 去加速我們的溝通 可是我們一直都找不到一個非常好的概念 所以我們才會彼此協商好 就是說我們乾脆因為它是分層 它是具有層次性的一種架構 那不然我們就簡單一點把它叫做 Layer Data Architecture 所以這個名字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我們並不是想要去創造一個 在浪尖上創造一個什麼樣子的 就是Fancy Word 這是先跟大家說一下 這只是我們內部 Internally 用來加速溝通所採用的一個名詞 就是Layer Data Architecture 這個名字是這樣子來的 在Layer Data Architecture裡面 其實基本上它的主要目的是要做什麼呢 目的就是為了要能夠去 第一個要能夠去簡化我們在設計 所謂的Data Pipeline裡面的 Transformation Logic 傳統我們在寫 比如說像以前我們在寫Map Reduce 寫Spark 寫Flink的時候 我們的Transformation 可能就會把我們的邏輯直接 寫On-the-Fly寫在上面 所以我通通都所有的Logic 通通都是用 透過一個一個一個的Operator 然後去做實現 然後就把它寫完了 可是那個過程 你既看不到 如果你要看到它的Transformation Logic以及它的Process 你必須得要去看Source Code 你才有辦法知道 這是我們以前在開發 Pipeline 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點 然後第二個點 就是當我要去拆解那些 假設我是要Create一個Data Pipeline 從 scratch 那我可能就要去拆解 我到底要做什麼樣子的操作 我要做Sum aggregate 還是要做Map 要做Reduce 基本上我們都會去思考說 我到底要有哪些Operator 其實我們是屬於那種 就是Operator-wise的那種 thinking 就是我是Focus在我的Operation上面 我希望我的這個Pipeline有哪些行為 才能夠造就我最終的結果 可是這個問題會出在於就是說 在我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會去不太容易去注意到 所謂的質量面 其實我們在Handle的是Data 而不是那些Operation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在Layer Data Architecture裡面 讓我們Data Engineering的Focus 能夠回到Data上面 比如說我的Data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我能不能guarantee它的Data Quality之類的 而不是去Focus在說 我應該要用什麼樣子的Operation 才能夠造就出最後的一個結果 那到底既然我們 能夠知道說 我們能夠分成了之後 我們就會Focus在說 那我每一個Layer 當我在輸出的時候 它到底是不是正確的數據呢 比如說我輸出的時候 它的每一個Column 到底是不是我所想要的那種 比如說像是它的Distribution 是不是所謂的Normal Distribution 然後我的每一個Column裡面 是不是都有被Standardized 比如說它的Data Format 例如說像日期 Timestamp之類的 那我們就可以在每一層的輸出的時候 去做這種Check 那就可以達到非常Stadily的 或者是Progressively的 去Improve我的Data Quality 而不是到了輸出最後的時候 我才去Check的時候 我的輸出的Quality 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那到底要幾個Layer 幾個Layer 其實沒有固定 三個四個五個六個都可以 不過我們各自是覺得說 不要太多了 那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Modelium Architecture 這個是Databricks所提出來的一個 就是Layer Data Architecture 一個概念 他們其實這一套Architecture 事實上已經有被 目前現役是被用在Databricks 他們自己本身的Cloud上面 所以他們的Cloud Transformation那個Layer 其實用的是Spark 他們是用Spark 在做Transformation 但是他們 他們的整個 Spark在開發Pipeline的時候 是Based on這樣子的一個Modelium Architecture 去做的 第一層叫做Browns Layer Browns Layer 其實 就很像我們傳統 在做Data Warehouse的時候 的ODS那一層 就是Operational Data Store 我的來源可能會是 有CDC的Pipeline進來 然後或者是會有一個 History History called Archive Data Lineage 或諸如此類的 這一層進來的時候 它會希望說 我的Browns Layer 從Operational 那個Data Base裡面 拉進來的時候 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樣的 不經過任何的移動 然後我就把它 Landing在 Browns Layer裡面的Storage 這個Storage 可以是一個DB 可以是一個Object Storage 那就看你的來源進來的時候 是長什麼樣子 那希望他們在Browns Layer的時候 不會經過任何的移動 所以這是一個Raw Injection 那在Silver Layer的部分 它有相對應的一個操作 以及它的一個Data Modeling的方法 那一般來講 他們比較常見的 就是比如說像 Thurnormal Form 或者是Data Vault 這樣子一個Data Modeling的技巧 然後去幫他們做 所謂的數據模型 那這邊有一個 他們在Blog裡面 有提到一個 比較重要的地方 就是這一層 他們會希望是Write Optimized 也就是說我希望 他盡可能的快速的把它寫進來 那在這一層裡面 會進行的操作 就是一些比較簡單的操作 比如說像 我會把他們一些 我要的信息留下來 那以及我在後續 可能會想要加上去的信息 給添加上去 所以可能會有 Augmented Column的這種操作 然後也有可能 把某些Column Build掉 那包含像 比如說我剛剛想到的一些Standardized 這也會在這邊做 或者說像Normalized 也會在這邊做 那最後一層是GoLayer GoLayer的部分 我們就是會比較傾向 因為 因為End-User會去 會去Access 這個GoLayer裡面的Storage 包含像 可能是Access他們的Table 或者是Access 那個Object Storage裡面的File 所以因為是面向End-User 所以他們希望 他這裡的重心會放在 ReadOptimized 那這個ReadOptimized的部分 他們比較建議的 可能就會 Data Marlating的方式 會是像 Kimble 有Inman或者是Denormalized 像 OBT 就是One Big Table 可能也是在這個裡面其中一列 好 那這個部分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2020年的時候 Snowflake 他們也提出了一個 就是Modern Data Architecture 的一個概念 那在這個Architecture裡面 他們總共有4層 4Layers 那這4層其實在從 命名跟他的一些所 那一層所做的一些事情來說 可以看得到 他跟Modern Architecture 事實上是大同效益的 只不過他又多拆了一層出來 但是多拆那一層出來的意圖 在哪裡 我在他們的Blog裡面 並沒有看到 像 我們光是看Raw Layer 在Snowflake裡面的Raw Layer 基本上就是 對應到他們的Modern 裡面的Browns Layer 那在Browns Layer裡面 他們也是說 No transformations Matches Source Schema 就是說 跟Modern Architecture Browns Layer 一模一樣 進來的時候 Data Ingest 進來的時候 完全不經過任何的移動 不經過任何的處理 然後就會Landing到我的 這個Raw Layer裡面 第二層就是 Conform Layer 在Conform Layer裡面 它可能就是像 做一些比較像是 去從 然後Data Type 的Existenization 然後還有一些像 比如說 Naming上面的 Normalization 在Reference Layer裡面 我可能就會比較 做一些Mapping 之類的 稍微複雜一點點的操作 那最後 Model的Layer 一樣就是面下 因為它是要面下 End User Access 的一個Layer 所以大部分就會 把它做一些像 比較複雜的 Table Join 可能就會發生在 這一層裡面 好 好 下一個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是 我稍微畫了一下 假設我們今天有 最近這幾年 Data Mesh 那種概念也是非常流行 所以Data Mesh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Data Product 也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小小的團隊 以前是 Centralized Data Team 但是在Data Mesh裡面 我們希望達到的那種 Ideal State 終極的理想狀態是 我不要去Centralize 這個Data Team 我去Distribute 這個Data Team 那也就是我把 我Data Team分散開來 那每一個Data Team 都是小小的Data Team 那每一個Data Team 都會負責 至少負責 一個Data Product 那在這負責 Data Product的時候 他們就會有一個 比如說假設我今天 有一個Data Team 叫做Marketing Domain 的Data Team 然後另外有一個 叫做User Domain 的Data Team 那這兩個Data Team 我們focus在 這個Marketing Domain的時候 這個Data Team 可能就會從 Operational Database裡面去 拉一些 跟Marketing相關的 這些Information 或是Data進來 拉進來了以後 我會放在 我的Browns Layer裡面 那這就是我的Raw Data 當我在進行 Self Layer的時候 我可能會 搭配一些 Events 或者是Entities 然後我會去做一些 操作 比較簡單的操作 那同時呢 我有可能在Marketing的時候 我會需要用到 另外一個Data 比如說 像是User Domain 我可能會 在Marketing裡面 我可能會需要 Identify每一個User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會從User Domain Data Product 他們有Publish出來 Data Product 從Data Product裡面 我去Reference 他們的Data 進來的時候 會在Selver Layer裡面 去把它Reference進來 並且去參與 因為有些時候 我可能不見得會需要 你這個Data Product裡面 所有的Columns 我可能需要某部分 所以我可能在Selver Layer裡面 我就把它給過濾掉 並且添加一些我需要的欄位 然後呢 最終我在GoLayer裡面 把所有的Information 透過我的實際上的Business Lodge 進行一些比較複雜的Table Join 跟計算了之後 我就會Randing在 我這個Domain裡面的GoLayer 那Randing在GoLayer之後呢 我就可以去Publish 我的Dataset 到一個 某一個Storage上面去 那這個部分 就會變成 形成一個Data Product 那這個Data Product 就可以給其他的Domain 或其他的Data Team 去採去取用 這樣子一個Data 所以每一個Data Team 都是獨立運作的 是互不相干 那當你今天你需要 比如說Marketing Domain 可能在你的User Domain裡面的 Data Product裡頭 我找不到某一個User的Information 但我需要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去跟User Domain User的Data Team 說我需要那個Information 你能不能給我 那他們就會去 在他們自己的Domain 或Data Team裡面 去幫你實現這樣子一個Requirement 那最終我就可以去Access你的Data 然後到我的Layer裡面來 去進行取用 好 那這個就是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 這是我自己寫的一個Site Project 然後這Site Project 我模擬了兩個Data Team 一個Data Team 是專門負責去採集 Weather相關的Information 當然是Open Data 然後另外一個Data Team 是跟空氣相關的 Air相關的Data Team 好 這個 字有點小 我大致上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在 這一塊 這一塊我實現的是一個Weather的Data Team 然後 在左手邊這一塊比較大的 這個是Air Air Condition的Data Team 然後他們各自有各自取用自己的Data Source 當然這個Data Source都是來自於打API 然後獲得街上的Format之後 我開始再往下拆解 第二層這一層就是Silver Layer 然後最後面這一層是GoLayer 在這個GoLayer裡面 事實上就是我要Publish出去的一個Data Data Set 然後在我的這個Weather這個Data Team裡面 我可能在我的Transformation過程當中 我需要取得一些跟空氣相關的信息的時候 我就會去跟這個Air這邊的Data Team 他們所Publish出來Data Set裡頭去拉取 然後去做一些Table Join 然後獲得我所想要的一個結果 這個是用Dexter所實現出來的一個 一個類似像Data Mesh那種概念的Data Products的一個成果 然後裡面每一個方塊 這裡面的每一個方塊都可以代表 抽象的是代表每一個在實體世界裡面的一個物件 那個物件可能是File 可能是Machine Learning Model 因為Machine Learning Model 我們可以把它Serialize 然後把它存下來 所以它可以是一個Machine Learning Model 它也可以是一張在Bitquery上面的Table 然後這邊是它的一個Data Lineage的一個我覺得比較強的地方 我除了可以看剛剛那個Overall的一個Picature之外 我也可以細細到Detail到我Focus在某一個Go gebruike的table 然後我去划出它的 他把這個整個過程 到底從哪裡進來 他拆成了哪些table 在Selver layer裡面有哪些table 被我拆出來了 最後我是把哪些table 把join起來 形成最後那張table 既然我們要去實現這樣的layer architecture 用Dexter來做的話 我們就得要去了解一下為什麼要用Dexter 所以這邊快速的跟大家講解一下 Dexter一些Building Blocks 首先第一個他最小的單位就是一個OP OP就是一個operation 然後 這個operation其實就是我們要用來compute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一個compute function 剛剛我們所看到那個每一格裡面 其實 Background underhood 就是underneath的底層都會有一個計算 我如何去 come out出那個output 那如何去come out那個output的implementation的detail 就是放在這個op裡面 然後 最小單位是一個op 我裡面 剛剛那個graph裡面有很多op 每一個op之間都會有dependency 那個dependency 如何把它給declare出來 如何把它宣告出來 就是透過graph 或者是job 那 graph呢 其實就是 一堆 彼此之間各自具有dependency的op 所形成的一張圖 但是呢 這個graph一旦宣告好了以後我們是不能夠直接跑的 它只是一個 抽象 邏輯上面我告訴你說有一張graph 比如說 我今天很簡單的想要有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一個graph 然後有一個操作 在源頭的部分 我就是輸出1 return 就是return1 輸出1這個數字 然後呢 我在另外兩個op呢 每一個op上面我都基於這個數字把它加1 最後呢 我把它總和sum起來 那如果是以這個方式來做的話呢 我可能就會有這樣子的op 你看我上面第一個op就是return1 然後呢 第二個op就是add1 那add1的時候呢 我會接收一個number 它是一個integer 然後最後我return的時候當然就是把它給 基於這個number去加1嘛 那 最後我會有一個 add 那add基本上就是我接收a跟b兩個數字 然後我把ab加起來return回去 這個其實是一個 大家都能夠看得懂的 一個非常簡易的一個範例 那麼 最後呢我怎麼樣去 定義一個graph呢 這個graph在定義的時候 其實沒有那麼的難 你只要告訴他說 我這邊會有一個 return1 然後呢 return1其實就是我第一步 就是我第一個op 出發點 然後呢 我這邊會有一個 a跟b兩個variable 這兩個variable呢 它的value都是來自於add1這個方式的result 那 那 我就把我的原始的value丟進去就行了 那我就可以得到兩個數字 一個a一個b 最後我再去調用add把它加起來 那你說 這樣子的話 我怎麼知道它可以畫出那個graph 因為 dext它會去根據你給它的這些information 這些input跟output 它會自己去幫你resolve它們的dependency 所以你不需要去額外的去告訴他說 我的add1跟 我的return1中間是有dependency 你不需要這樣跟他說 除非你有一些比較 比較複雜的scenario才有需要這樣子做 要不然的話呢 它會自己去幫你resolve 這樣子的一個graph 那最後 graph有了之後 我們剛剛講過它不能夠直接跑 那 run time的時候呢 你就必須要define一個job 然後透過這個job呢 才能夠讓dext去幫你run 這個job 並且給你一個 結果 好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概念 也就是我選擇dext很主要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它有一個叫做 software define asset的概念 那剛剛我們有提到過就是我們在graph裡面的每一顆方塊都是一個 都是一個 都是一個 實體的物件 那 事實上 都可以對應到實體上面的一個物件 比如說我可能 一個方塊對應到實體上 object storage裡面的某一個file 然後我或許有一個方塊對應到我實體世界裡面的某一個bq上面的某一張table 那 這個就是它的mapping關係 它如何把real world裡面的object mapping到dext的世界裡面來 就是透過software defined asset這樣子的一個concept 所以它的每一個 software defined asset的object 都會有一個unique asset key 它就是透過這個unique asset key 再去幫你resolve 那個dependency 好 那 default 如果你在 asset裡面沒有給它任何的名字的時候 剛剛我們上 上一頁看到的那個 op op底下我們會有一個function name 那個function name 就會是你 它就會是把它default value 變成是你的asset name 就是unique unique asset key 好這個是一個 asset的 範例是來自於我剛剛那個side project裡頭的某一個asset 它是在browns layer裡面的 PM2.5 我要取得PM2.5的那個asset 事實上你在上半部看到我有一個decorator叫做asset 這個asset底下 好多行 那麼多行是用來幹什麼 其實那些都 我個人是覺得它都不算扣 因為它都是 在這個software defined asset裡面 用來 定義 用來declare 這個asset 在dextr裡面 應該要具備哪些information 所以比如說 我的compute kind是 Python 當然我的compute kind也可以是 DocDB也可以是Polis 也可以是Pandas 它會根據compute kind的不同 給你與你不同的icon 然後 dextr type 這個部分就是 讓你用來做data validation的部分 還記得我們剛剛講到Layer data architecture 每一個Layer在輸出的時候 我都可以針對它去做data quality的check 當我在check這個data quality的時候 我可以透過dextr type 我可以預先define好它的schema Type 然後讓它去自動做validation 如果你沒給它 它就不會幫你做了 但如果你有給 它會依照你的definition 去進行 這個部分可以放哪些東西呢 因為它有跟Pandera 和Pydenic 去整合 所以你可以用Pandera或Pydenic 的那種方式 去define你的 dextr type 然後它就會幫你做check 那metadata就會被顯示在你的 dextr的GUI 上面 那config就是代表說 我這個asset在runtime的時候 會接受哪些input config 那這邊我唯一定義的一個就是 API-URI 也就是說我在runtime的時候我會接受一個 API-URI 然後我的compute function會去打這個API 然後要到我想要的routdata 後面就進行transformation 那當然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我可以做partition 然後 這個也是我很喜歡的功能 它把 IO跟compute 拆開了 所以我不需要在我compute function裡面 寫code 說我要把這個output寫到什麼地方去 那個是由IOManager去處理的 所以我不需要在compute function裡面寫任何的IO動作 那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 在OP裡面 或者是在我的asset裡面剛剛那個definition裡頭 我去declare 我的IOManager 是哪一個IOManager 比如說 他的defaultIOManager叫做 FSIOManager 那個FSIOManager就是他會幫你 Series變成是一個picklefile 然後存在本地端的filesystem裡面 如果你完全沒有給他 如果你完全沒有告訴他 我的IOManager是誰的話 他遇default的behavior就是 Dump變成是 把你的output dump成picklefile 然後存在filesystem 當然他有support很多 比如說AWS的S3 然後 Bitquery 這些基本上都有 都有support 如果說沒有support怎麼辦 沒有support沒關係 他有framework你可以自己寫 自己開發 開發其實也不難 好 然後他還有一些built-in的 一些 算是feature 還蠻好用的 schedule 跟sensor 那這個我就不多講了 schedule 其實就是我們腦袋裡面 所想要那種schedule 也就是periodically 固定每一段時間 或者固定什麼時間點 我去跑一次這個job 那schedule跟sensor 有什麼不一樣 他們差別就是 一樣都是schedule 只不過sensor的部分 他是屬於stafel的 我個人來講我會把它稱作 叫做stafel的schedule 因為 在sensor裡面我可以記錄 我上一次跑到什麼狀態 然後下一次的時候我可以從這個狀態開始往下跑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timestamp 我可以用timestamp 來去決定 我這一次要跑的data 要從什麼時間點開始 去進行select 或query 為什麼dext 其實剛剛已經有講出一些答案了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他讓我 他讓我感受到他在design上面 設計了這個software defined asset的好處 然後第一個他是 cloud native的一個data orchestrator 所以我可以很簡單的 很容易的在把它部署在 Kubernetes的生態系裡頭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software defined asset 我可以用他來代表現實世界中 我想要 放在persistence store裡面的 任何的物件 然後他可以讓我做這樣子的一個表述 再來就是 他可以讓我decouple computation跟IO 所以我不用在computation裡面寫IO 今天假設我今天 今天假設我要我原本是把我的object放在 放在比如說是 GCP的 GCP的 GCS上面 cloud storage裡面 如果假設今天我要migrate 我整個system我們公司政策改了我要換到AWS上面 我要用S3怎麼辦 你得要一塊一塊去改他的 那個IO的行為 除非你 原本在design system的時候就考慮到這種狀態 要不然你在replace那些IO的時候會很痛苦 但今天如果說你是用dext的情況之下 他的IO跟 Computation其實基本上是decouple了 那我只要replace是什麼 replaceIO manager就好了 我把IO manager從 從GCS的IO manager換成AWS的S3的IO manager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就改個config 再來他有非常豐富的生態系去做integration 包含像比如說最近大家耳熟能想的dpt 然後一直都長期在使用的pandas spark 以及最近我們常常聽到的great expectations 他都有整合進來 所以可以讓我們非常方便的在dext裡面 如果你原本就已經熟悉這些工具的話 你不用重新再學一次 他都幫你整拼進來了 再來還有很多 像比如說 剛剛我們一開始看到那個data lineage 那個非常重要 我覺得那個是非常迷人的一個點 就是我可以看 完完全全可以看得到 你現在做到什麼地方 剛剛那個是靜態的 如果大家有 有機會想要去玩一下dext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到他在run time的時候 他可以告訴你 用圖像的方式告訴你 我現在目前data transformation 進行到哪一個block 當然他也supportdata catalog 不過他的data catalog 是比較 我覺得麻煩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 Leverage他的data catalog的話 你必須要把你所有的pipeline全部都移植到dext上面去 他沒有辦法像 比如說open metadata 或者是admanson 這些framework 那麼的方便 我甚至可以用打API的方式告訴他說我有哪些data set 但是dext不support這種部分 他的data catalog要能夠起作用必須得要你全部都把pipeline定義在裡頭 再來就是他的trace log 跟debug都非常方便 因為整個pipeline裡面執行的過程裡面所 產生出來的所有log全部都會被 存下來 他唯一的dependency 就是deployment上面的dependency就是 PostgreSQL或者是MySQL 所以 由此可知他所有的log全部都存在db裡 所以你的db 會比較 辛苦 好 接下來我們做一下experience sharing 大致上先brief一下我們現在目前在美光裡頭 所做的這個pipeline 然後 以每一個小時來計算 每一個小時我們所完成的job run 是1250個 當然這是全球性的 所有我們美光裡面全球所有的fab都在跑 那job run每小時1250個 每一個run裡頭我們會去process 大約40個files 然後 每一個files 所以totalfiles大概就是5萬個 然後data volume的process 大概是450GB 這個是一個小時的量 不是 不是一天的量 一個小時就是450GB 首先第一個很重要的是 你必須要非常小心注意你PostgreSQL 或者是你的MySQL 當然看你是 Depends on 哪一個SQL storage 我們採用的是PostgreSQL 因為剛剛我提到 它為了讓你的debug非常的方便 所有log全部都記錄在PostgreSQL裡頭 所以它的SQL loading會非常的嚴重 我們現在目前configuration用的是16個 VCPU 64G RAM 然後SSD Storage大概400G CPU看起來 還好有時候可能會稍微高一些些 但是你會看到我們的memory這個地方 在跑的時候這邊有一個peak上去了 這個peak上去的時候頂到我們的limit 當我們頂到limit的那個當下 那一段時間段 Dexter所表現出來的行為就是非常的慢 我們data transformation一個pipeline 可能比如說三到五分鐘可以解決的pipeline 它可能要跑到十幾分鐘 這個就不是我們預期的結果 那 如果你沒有小心這個部分的話 你就會覺得 為什麼我的pipeline越跑越慢 如果你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你也沒有配置發什麼alert的話 你可能會miss掉這一點 那 同時我們 我們因為它所有的log全部都記錄在 PostgreSQL裡頭 所以可想而知的就是如果你不去清理它 你總有一天你的那個disk hard drive 會 會怎麼樣 會爆掉 所以 我們就有設了一個叫做 Job Run Retention 我們大概是 我記得是五天 保留五天的量 就會是維持在大約是200GB左右的這個log量 五天 然後 每一個小時跑1250個 那 在這個情況之下 剛剛我們講到 你要很小心去清理你的 Storage 的 Space 那就會 想到 那我怎麼清理 它沒有自動清理的機制 很抱歉 到目前為止沒有 Community裡面 有人在argue說 為什麼沒有 但是現在目前他們好像還沒有說要想要解決問題 因此你必須要 自己想辦法自動化 如何去清理這些event log 那這個是 Dexter他們上面有在講的 希望 許願清單裡面就有在講說我希望能夠加上一個 support for deleting by run in the compute log manager 所以 目前這個還是 open issue 所以還沒有解 那 官方那邊是講說那怎麼辦呢 你要嘛就是 你自己 create一個 Dexter job 然後去把 過去 你想要清理掉的那些job 的information撈出來 然後呢 再調用它的API 去delete run 才有辦法去清log 這是第一點 那 第二點呢 就是你直接 去執行一個 SQL delete 就是DML 直接去執行一個delete 但是我們認為呢 直接在DB上面下這種 delete的SQL 是蠻危險的 而且是 不實際的 所以我們採用的方法就是 自己定義了一個 一個job Dexter job 然後 定期的 剛剛我們剛剛講的有個retention day是5天嘛 所以我們就是 每5天 然後 我們現在目前是每15分鐘 就啟動一次那個job 然後啟動的時候呢 把只要超過5天以上的那個時間點的那些job全部都抓出來並且刪除 那 這樣刪除有什麼 這兩種方法有什麼 有差異性呢 就是 當你在delete的時候 如果你直接在 PostgreSQL裡面下delete去刪除你的job的時候呢 它會保留metadata的information 也就是說你還是會在你的 frontend的那個gui上面看得到那個job 但是你可能點它以後呢 你看不到任何的log 那如果你是用 採用我們現在所決定的就是 我有一個job去調用它的API把所有的job metadata撈出來 就把所有job撈出來 進行delete run的這個動作的話呢 它連metadata都不會記錄 也就是說 傳過水無痕 你完完全全看不到那個job曾經被run過了 這個就是差異性 那 但我們會覺得 我這個job都已經跑成功了 其實我就也不在也不太在意了 那 為什麼還要保留5天就是 希望有些時候如果 有什麼狀況的時候我還是可以看得到 就是 比如說有些時候是 就是job成功 job跑是跑成功的 可是可能end user那邊會有argue說我的data為什麼有bc 或者是有什麼狀況的時候我可能可以再回過頭來去查那個job到底是不是有跑成功 再來呢就是要 特別小心 Kubernetes的resource consumption Dexter本身在run time的時候可以 在resource上面的consumption可以用非常不多的 可以用多元的方式你可以讓它跑在Kubernetes裡面 就是整個pipeline Pipeline的resource可以讓它leverage Kubernetes裡頭resource 你也可以讓它跑在desk的 Cluster上面 當你跑在desk的Cluster上面的時候 它是一個operator就 派發到desk上面去做 去run 如果你是採用Kubernetes這個executor在run你的data pipeline的時候 它是整個job通通都包在一個pod裡面去跑 它不會拆開跑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因為我們跑的量其實是蠻大的 一天就要跑完1250個 所以 隨時隨地 我們去看那個dashboard的時候 隨時隨地都有破百個 job在run 所以 在這個情況之下你必須要很小心注意你的k8sresource consumption 有沒有被吃掉 因為 像在我們美光內部 我不知道各位 其他公司怎麼樣 我們在使用GKE的時候 我們是有切分namespace 然後每一個namespace裡面還會有resource擴大 因為有resource擴大limits 因此 我們很有機會就踩到這個點 像各位看到現在目前畫面上面有一個failure 紅字非常的明顯 然後後面的duration寫著fail to start 它就啟動不了 我們來看log的時候就會看到這種log K8s long rauncher 他在creating job的時候 之後他就跟你說 run time down 他超過180秒的時間 他都啟動不了 所以這個就是 resource limit 被吃掉了 那 像這邊 證據呢就是在這裡 這兩個紅色的圈圈 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這個namespace的resource quota Memory 只有設定到 1000個GB 那在那個在那兩個時間點的時候 我們Dexter在 在run job的時候呢 就超過了 這個 以前 那所以我的pod就沒有辦法被schedule到我的gkecluster裡面 因此就導致他沒有辦法啟動job 好 那 接下來是 K8s 我們曾經碰到過就是他會有 409的conflict error 那一開始的時候也是非常的苦惱 那到底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然後後來呢 他們在 後來我們是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去設了retry 就是當我碰到 Kubernetes 跟我說 我有409 conflict error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retry 再發一次 那就過了 然後後來 在1.3.6 這個Dexter版本的時候 解掉了 就是 他就是說 Kubernetes有時候就會有409的conflict error 然後就跑不起來 那 這個時候他們在 Kubernetes在 在那個 Dexter裡面就加了retry的機制 所以 我們後來那個手動retry就把它拿掉了 就可以不用retry了 好 好 然後下一個是 也是Kubernetes 他又跟你講說我會有一個一些什麼 Tension error code 然後我什麼 不只是409 他還有500 503 504 401 這些都有可能導致 我Dexter在 Dexter job在啟動的時候失敗 那個當下我們也是 因為是API call的關係 我們也是設的retry了 然後 之後還有一個是 這個 這個是GCP上面的一個issue 然後 就我們常常會有些時候 會 不預期的會收到一些 refresh error的這種 error message 那 其實 在我們那時候發現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就是為什麼會有這種 問題是不是我打太多了 然後後來我們去查了以後才發現 其實不是 因為在那個 Google的這個 這個 API 他的那個論壇裡面有提到 就是其實 也有很多人有這種狀況 而且 不是在同一個service裡面 像比如說你GCS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碰得到 然後 他這個 他這個部分是 發生在 Metadata service 打Metadata service API的時候碰到的 但我們的狀況是在 GCS上面打API的時候碰到的 那 一樣 他們的回覆就是 他們正在 解決這個問題 不過 他們解決的方向也是用retry 好 那 今天就是 recover一下 今天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有關 Layer Data Architecture 這樣子的一個 Design Pattern 我們估計把它叫做Data Design Pattern 這個Data Design Pattern 也不是我們發明的 只是就是說我們看到了 有Databricks他們有Modeling Architecture 是屬於這種 分層次的 Data Design Pattern 同時 隔年 Snowflake 他們也是一間非常 知名的公司 也在他們blog裡面 而且是一個 Architect 提出來的一個概念 就是Snowflake的 Modern Data Architecture 他們 無獨有偶的拆了四成 Databricks拆了三成 Snowflake拆了四成 在我們美工內部的時候 我們為了能夠統一 能夠去 簡化我們的 溝通 所以我們就給了它一個 Layer Data Architecture 的一個 名詞 所以這個 並不是我們發明的 為了要能夠去實現 這樣的一個 Layer Data Architecture 我們 也是認為 其實基本上在 Dexter這樣的 Framework 裡頭 有SDA Software Defined Asset 這樣的概念 Data Lineage 這樣的一個 優勢的情況之下 我們採用了Dexter來 實現這樣的一個架構 在我們 美工裡面 上Production之後的 狀況 其實 比起以前 還要來得好很多 以前我們是用 同一個Solution 以前我們用Data Flow 現在用了Dexter 其實我們的成本 reduced了90% 90% 90%的一個 Cost Reduction 然後我們也把很多的 一些 之前 Data Pipeline 沒有辦法visualize 現在全部都有 Data Lineage 所以非常的方便 然後Debug也非常的方便 最後 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我們在 過程當中 碰到一些問題 以及一些經驗分享 雖然這些經驗分享 現在都已經有解了 不過在那當下 我們其實是 蠻痛苦的 因為找不到答案 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只能 用retry的方式去解決 但是 事後證明 其實他們 Community在解決問題的時候 他們也是要 retry 所以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個地方 謝謝 謝謝 謝謝George今天帶來精彩的分享 那George我給你報告一下 您的Style的問題累積到18題 很多很豐富 對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我們 等一下 就是我們 等一下這個 議程廳的後方那邊有一個 會後討論區 那後續的 QA的問題的話 大家可以在 等一下會後討論區 跟George做一個 討論這樣子 OK 那我們再次掌聲 感謝今天George 大家的 精彩的分享 謝謝